熱鬧的元宵節卻是傳出了疫情的警訊 新竹縣新埔鎮文山裡有一名阿婆確診 而今天在活動中心設置了PCR的篩檢站 要阻斷這傳播鏈 民眾是陸續來篩檢 而這週六原定的千人花燈採接也決定要取消了 但是靜態的花燈展示仍然是維持正常 新埔鎮文山裡傳出70多歲阿婆確診 衛生局疫調匡列居家隔離4人 自主健康管理9人13人PCR結果均為陰性 為了阻斷傳播鏈 今天協調湖口仁慈醫院在活動中心做免費篩檢 在新埔的文山社區有再加開一個免費的PCR的一個採檢 注意社區的一個風險的一個遏制 在有老母親與小孩的楊先生 知道後趕緊來快篩 雖然已經打了第三劑疫苗 心情沒那麼恐慌 讓人擔心傳播鏈會影響到工作 防止群聚增加感染風險 原定這週六舉辦的新埔花燈採接活動將停辦 靜態展示仍維持正常 包含社區花燈9座 縣府花燈4座 18號將移到正公所周邊 加設燈飾展出到2月底 禮拜六的活動是因為確保安全無遺 所以我們決定停辦這個新埔的採接活動 因為我們各個社區都相當用心的在準備 那做出來的花燈也是相當的漂亮 那正公所在2月18號到2月28號這段期間 會在公所周邊的行政區域包含公所代表會 消防分隊還有衛生所這一塊區域做一個靜態的展示 提醒來賞單的民眾要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禁止邊走邊吃 而原定這週五的前業季客家大戲 以及週六上午的千人見走活動 都將延後舉辦確保民眾的健康